基本查询,关于基本查询的这一块内容呢,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,还有一块内容就是我们这个条件查询,我们下面来讲一下这个条件查询吧,条件查询呢,实际上,呃,来直接回忆吧,以回忆录的形式回忆吧,条件查询,主要是哪里的解法呢,主要是well后面的解法吧,well后面的解法, 都可以写哪里,well后面我们通常都写了一些哪些的,比较预算符,或者说关系预算符,有哪些啊,大于啊,大于等于啊,等于啊,小于啊,小于等于,不等于,不等于,对吧,是不是两种不等于啊,然后还有什么预算符啊,逻辑预算符啊, 逻辑预算符,有哪些呢,and,与获贝,and,all,note,还有一些其他的运算符吧,其他运算符,有哪些啊,like,模糊查询吧,模糊查询,还有,in,in呢,里面是放的是一个set,一个即可吧,在某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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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勇集合内,在某个 机合内 路灾ATE 按等一下,BET 按据按 Deweb.bw.en,betw.en,bestw.en,biodeh futurist 在 某个区间内 看一拼下 Is not 这个是干嘛的 判断 是否围空 判断围空 Is not 这是判断什么 判断不围空 好 这里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几个其他的预算符 这些还是用的比较多的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文章里面就给大家是 出了这么一些题 我们来把这些题做一下呢 就是差不多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大家拱固了 查询每月能得到奖金的员工信息 这个有 这个给一个表现的机会是吧 这个这个吧 这个吧 好 来 哈哈哈哈 来 哎 他得谁 一个一个来吧 一个一个来吧 这个没想到大家这么 没想到大家这么自觉对吧 如果明天还这样自觉的话那也太好了对吧 呃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题啊 查询每月能得到员工的奖金呢 人员许秀文 来这个语句怎么写啊 我等一下我先把我先把你把这个员工的信息给列出来啊 直接查询一下员工信息出来啊 然后呢 能得到奖金呢 能得到奖金呢 该怎样做啊 能得到奖金呢该怎样做啊 刚才谁告诉你大于大于零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是以挪成奖吧 好 我们吧 请坐吧 我们把这个词题一下 词题一下 现在是不是就查询出奖金了 哎 这个能有奖金 但这个也没发 零是 奖金啊 我们把这个 来啊 我们 我把这个查询一下 我再查询一下 你要区分下零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是我还有拿奖金的传利 只不过我今年 哎 是零 那如果是空的 你 奖金的传利都没有啊 就比方说 就比方说 呃 你去公司那边是 人家跟你说 哎 我们公司是十三星的啊 意味着你 年末的时候 还有一个 还多一个月的工资吧 那如果你去的时候 人家跟你说 你公司就是十二星 这不提十二星 那你有 有这个还会多一个月吗 这个 这个十三星 管他多多少少 还有个几块钱 对吧 是不是 这这边就是零和公司有差别的 好 这边是这样一道 这样一道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边 呃 这个这么爱表现 那我们就是 再来吧 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 那这些 这些同学我记得了 明天我会 把这个机会 还再留给你了 啊 准备是吧 来吧 这个查询 在哪里啊 看不到啊 这个怎么 你这写好发给我 好不好 哈哈哈哈 直接把你写好发给我 好不好 啊 筹备同学 直接把你写好发给我 好不好 然后还有 写好了吗 这些图需要 我待会把名单记下来 我待会写个图 哈哈哈哈 啊 这个特别还表现 我就把这个结个图了 哈哈 啊 还有个学秀 等一下我 等一下我 哈哈哈哈 呃 这都是假的 好吗 这都是假的 啊 啊 这个 允许这个互相获出啊 哈哈哈哈 好 我们把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改一下 我先把这个直接保留一下 明天呢 我还是找这些至高费用的同学对吧 我前面的跟他家伙伴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这里面呢 就是 刚才同学 最大题解决出来没有啊 哎 人呢 哈哈哈哈 人呢 表情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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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在是辛苦 不要呢 后面呢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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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这个已经有同学已经 做好了是吧 好 那这个我们就是 呃 今天的今天的 今天的任务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直接来查一下吧 这个你 谁 啊 这个 这个人看相机 对不对 我要 他大于 好 这些东西 我就直接来做了 这个今天内容太简单了 就由我来 这个接触任务就交给我了 好不好 直接 如果这个是 有比例安的 对吧 他是方过 大家给大家看 方过一千五和三千吧 那如果我们直接用这个大于等于方的和小 大于等于方的 实在是 for enp well sell 他 现在大家给大家一千五和三千是包含的 我们就要用大于等于吧 大于等于一千五百 and and sell 小于等于 三千 对吧 好 我们把他选择一下直接来批行 这一下的话 现在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还是刚才这个结果 就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做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查询名字在某个范围内的员工计刑 比方说 名字在某个范围内 比方说我们给大家 给定大家这样的一个区间 呃 比方说字幕给大家 给定大家这样一个区间啊 种子啊 然后后面再给大家是 再考一个 scot 然后就随便考一个吧 现在是查询名字在某个范围内 用哪个关键字啊 e 对吧 这个 大家还是没有问题的 什么也不行 我们enp well e 内 印 好 直接把这个口味去吧 好 Ctrl C 然后Ctrl V 就 Ctrl C Ctrl V 就过来 现在就是 看到我们的名字 在这个范围内 我们就查出这个结果 查询出来就是三个人 只要名字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吧 就是在这个结果内 就是这样一道题 那我们是 给大家讲了一个 条例查询的一个基本查询 在这里 在下面的就是有一个模仿